Hi,大家好,我是来自 Trinity Tech 团队的淳于 欢迎大家来到一来云三周年技术专题系列视频 很高兴通过这个视频向大家介绍 Elastos DID 的现状和后续的规划 在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Trinity Tech 团队 Trinity Tech 团队是 Elastos 社区的团队 参与并聚焦在 Elastos 基础设施的开发 与此同时,团队也在尝试基于 Elastos 基础设施进行 The App 的开发 前几期视频中介绍的 Feeds Capsule 就是由 Trinity Tech 团队主导、策划和开发的 在这个视频中,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Elastos DID Elastos DID 项目当前的状态和进展 以及 DID 项目后续的规划 那么什么是 Elastos DID Elastos DID 就是在 Elastos 基础设施上实现的 去中心身份标识系统 DID 是 W3C 主导制定的标准规范 区别于现在互联网主流的中心化身份标识系统 比如大家常用的微信账号或者 Google 账号 都是由互联网巨头提供的高度中心化的服务 而去中心化的身份标识系统 是基于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实现的自我主权身份系统 无需依赖于中心化的身份服务商 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大家持有对自己数字身份的完全所有权 也不会造成由于第三方身份系统被攻破 而导致身份信息泄漏 Elastos DID 项目是通过一来云的 ID 测量服务驱动的 目标是在 Elastos 平台提供统一的去中心化 ID 身份系统 助力构建开放的应用生态体系 Elastos DID 的实施符合 W3C 标准规范 并且已经被 W3C 收录 目前我们已经正式发布了 DID SDK 1.0 的版本 包括 Java SDK, Swift SDK 和 Native SDK 其中 Java SDK 支持 Android 和标准的 Java 平台 Swift SDK 支持 iOS 和 Mac OS 平台 Native C C++ SDK 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等系统平台 此外,要完成 DID 的应用和落地 KYC 身份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Toon Talk 团队基于 DID SDK 开发了自主持互联网身份 KYC 服务 以及对应前端 Capsule Watch 用户可以通过 Watch Capsule 将自己的邮件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进行认证 与此同时,因为 DID 的发布需要消耗 Ella Token 为了降低 DID 的导入门槛 让没有 Ella Token 的用户也能方便地使用 DID Toon Talk 团队还开发了一款 Assist Capsule 让用户无需 Ella Token即可发布 DID 有了 DID 相关服务以及上述前端 Capsule 的支持 现在 DID 已经被 Elastos 应用所广泛采用 特别是 Ella Token 浏览器 它深度地导入了 DID 并为 Ella Token 浏览器之上的 Capsule 提供标准的身份认证和健全服务 这将成为 Ella Token 生态的基本身份体系 这里是一些支持 DID 的应用截屏 这些应用目前都已经正式发布 第一个是 Elastos 浏览器的全局 DID 身份绘画 类似于桌面系统中的用户登录 第二个是 Ella Token 浏览器集成的 DID Capsule 管理用户的 DID 身份和凭证 第三个是第三方 Capsule 应用 使用 DID 登录时获取用户授权的界面示例 这里是 Assisted Capsule 可以帮助用户在没有 Ella Token 的情况下发布 DID 后面两个是 Voge KYC Capsule 分别是 KYC 的路口和 KYC 的凭证信息 除了这里展示的应用外 大部分 Elastos 应用中也开始或者已经采用 DID 作为用户身份标识 比如 Cyber Republic 网站和应用 DMA 团队的 Green Pass 等 从目前的成果来看 Elastos DID 是一个成功的项目 在开发和导入 DID 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密切跟踪应用的需求点 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跟一些合作伙伴探讨更多的 DID 落地场景 包括互联网以及企业场景 我们从这些获取到的信息中 增加了我们对 DID 项目的信心 我们正在规划 DID VR 希望在当前版本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特性 从而提升 DID 方案的灵活性 支持更多的场景 同时从用户体验方面也会提升 DID 的益用性 保证友好平顺的用户体验 主要的几个方向如下 首先是短ID 的支持 目前 DID 标识是一个类似于钱包地址的没有意义的字符串 这个 ID 标识不容易记忆也不容易书写 引入短ID 支持后 用户可以自定义 ID 标识符 只要没有其他用户注册占用 就可以注册并拥有这个 DID 标识 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域名注册 这个看似不大的变化 会大大改善 DID 的用户的亲和力 同时吩咐 DID 的使用场景 比如可以用 DID 关联钱包服务等信息 第二个是 K 轮换 这个概念有点抽象 DID 的实现是基于密钥学的 用户是通过私钥来声明对 DID 的所有权 目前 DID 不支持密钥轮换 一个 DID 永久关联一个主密钥 但是在一些应用场景中 需要对 K 进行轮换 这也有助于提升 DID 的安全性 第三个是强化授权和委托的特性 在 W3C 规范中 该特性定义 其实不是特别清晰 而是交由具体的实现方定义的 但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 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比如可以在 DID 中 会有更多这样的特性需求 第四个是增加凭证上链的支持 原则上凭证不应该公开 普通情况下凭证是用户的个人信息 公开到 DID 链上 会涉及隐私泄漏 但是也有特殊场景需要信息公开上链 比如公众人物 机构的凭证 或者某些应用脱米的凭证 通过 ID 测链提供这样的支持 可以方便应用构建应用闭环 最后当然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语言版本和平台支持 方便应用和服务导入 DID 比如 Python Node.js等语言的支持 这些关于 DID V2 的规划会 在下半年陆续实现和发布 由于 DID 是新型的去中心化ID身份系统 所涉及的支持内容较多 但是很遗憾 无法在这里一一展开讲解 如果大家对 DID 有兴趣或者希望进一步了解 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们 也可以通过 GitHub 搜索 DID 关键证 找到我们的仓库 参与我们的开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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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